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加上它是一个中卡特型的底盘啊 所以说它整个这个车头的造型尺寸比以往的轻卡呢还是稍微大一些的看起来啊 更威猛一些 虽然是一款中卡底盘的特型啊 但是它的长度依然控制在了5米990 满足c本来拍就可以驾驶 车身宽度呢是2米380 车身高度呢是3米26 高度相对来说呢 稍微有一些高 所以说咱们在日常行驶的时候呢 要额外留一身一下这个线高杆 车身箱体呢采用的是一个四明治复合箱体 而且它的厚度呢达到了5.5公分 对于这个隔热和保温能力呢 有更好的表现 整个车身外部呢采用这种进口航空旅的板材 说说它的强度呢还是有一个保障的 而它外部整体设计呢 虽然是采用这种沙漠黄的配色看起来越野车的感觉 但是整体呢并没有过多的那种看起来比较复杂的设计 还是一个以简约为主的一个设计 顶部呢是一个4米的手动张篷 你像现在太阳比较足 我把它打开就可以在这里搭建一个户外的休息区域 现在我已经坐进驾驶室的内部了啊 依然是一种标准的平头卡车的造型啊 你看我坐在这里 像不像是一个货运司机 不过呢 和咱们一样 今天到那些轻卡车型的不一样 它这个动力要特别强悍 搭载是一台5.2T的柴油发动机 匹配的是一部来自美国爱立逊的6速自动挡变速箱 所以说整个驾驶起来呢 动力足 而且呢 驾驶起来比较轻快 它采用这种断气差的形式 所以说如果您是第一次开这种卡车类型的车型的话呢 需要适应一下 不过呢 就好在是它整个这个视线啊 非常的开阔和通透 所以说咱们这个视线盲区也比较少 开启的时候呢 你这个安全感还是挺高的 生活区的空间啊 是这类平头房车力量优势啊 它的横向空间以及垂直空间表现都非常不错 日常一家人在车内活动呢 都比较自由 没有那种明显的局促感 而车内整车呢 是一辆合载6人的车型 像我前方这里呢 是一个四人对卡座的沙发区域 可以看到整个沙发区的腿部空间啊 非常宽裕 说四个人坐在这里呢 也不会有这种腿碰腿的感觉 而内侧呢 提供了这种五孔电源插座和USB充电口 日常咱们行驶过程当中呢 人坐在这里可以随时为自己的移动设备来充电 上方呢 还提供了一组储物吊柜 这储物吊柜的这种做工 它这种细腻程度啊 也非常不错 并不会说因为这个车现在价格并不是很高 而坐在说比较粗糙烂质 在进门行关这里呢 是有设计这个小鞋柜的 上车以后呢 可以把拖鞋啊 或者说随手的小零碎直接放在里边 上方呢 是四路监控和一台家用变频空调 空调是直对咱们这个休息区的 当天气冷或者热的时候呢 可以随时改善一下车内的温度环境 然后看就是车内的这个厨房区域了啊 在前方这里位置呢 是一个一体式的集成灶 上方呢 有这种灶桃 然后是一个集成式的排油烟机 下方是一个洗碗棍 这样的话 如果说您不想去洗碗 洗块的话 直接放在里边就OK了 后方呢 是一个独立带翻盖的一个洗菜盆 洗菜盆的这个尺寸也非常大 上方也提供了微波炉 车外部呢 是卫生间所在的位置了啊 卫生间内部的空间可以看到 真的是非常不错 非常的宽敞 即便是再胖一些人在里边也可以自由活动 这里呢 是一个可以旋转的赛特福德的合适马桶 而在我的左手边呢 是一个小尺寸的洗手台盆 还有一个收妆镜 在下方啊 是一个带烘干的体烘一体的洗衣机 车内的一共提供了两个主要的休息区域 这尾部呢 一张纵纸床 这个床的尺寸呢 是非常宽大的啊 说下两个成年人是轻轻松松 上方呢 还提供了一种储物吊过 把一些随身的小物品啊 衣物啊 放在里边都没有问题 然后另外一张床呢 就是车身前部的这种额头床了 尺寸依然非常的宽大 同样睡下两个成年人或者两个大人带一个小孩也没有问题 同板的下方呢 还隐藏了一台折叠的液晶电视 这样的话 咱们在旅行中当中呢 也可以坐在休息区来观看电视节目 在生活区前方呢 还提供了一组空间非常大的衣柜啊 衣柜里边可以随意放下这个被褥啊 或者一些长款的衣物搁在里边都没有问题 下方呢 还放了一台佛罗斯特的双开门冰箱 上方是冷藏 下方是冷冻 这样的话 旅行中的这些食材呀 或者是饮料酒水呀 都可以放在里边 前面也说过啊 这款车虽然价格相对要于竞品车型来说呢 比较低廉 但是啊 它的配置并不低 这款车呢 全车搭载了24伏电路系统 有一个5000瓦的触力变移体机 还有一个24伏610的锂电池 相当于整车有了16度电 而且车顶部还满铺了1800瓦太阳电池板 如此一来的话呢 整个车的一个用电问题就彻底解决了 随时随地都可以为咱们车内补电 水路方面呢 这款车提供了一个300升的食品级净水箱 一家四口人的话 用了三四天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还有一个85升的灰水箱 除此以外呢 这款车还提供了一高原版的5000瓦燃油加热器 这样的话呢 可以给车内的软风软水来供应 前面说了 这款车的原价呢 是48.8万元 而现在这款车的优惠价格是41.8万元 直降7万元 大家觉得这样一款价格实惠 而且水电配置比较高的 50平700P防车怎么样呢 更多防车视频和防车资讯可以关注防车情报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